可以思考一下 這邊的話有一個Member 或者會員資料 這兩個都可以 Member我看一下 裡面的話有幾個欄位呢 總共會有會員的相關資料 所以他有12345 5個欄位 那比如說我今天想要找某個人 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叫佩玲好了 那比如說我輸入佩玲 可不可以幫我找到他的電話 OK 那這地方要怎麼樣可以把它 放到資料庫裡面 並且讓你做資料的查詢 OK 所以這個可能待會也許可以試試看 首先第一個 你可以先把它下載下來成一個TST 那下載之後的話呢 當然能怎麼做 第一個就是下載這個Member之後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Member的資料 把它放到我們根木屋底下 然後當第一次執行的時候呢 把它讀到資料庫裡面 那我們就會有資料庫 讀到資料庫就insert into 有沒有 裡面的話跑個回圈 反正跑個回圈 我們可以用open 還記得吧 這應該前面講過 或者上學也講過 open 它 然後呢 把它讀到一個 readline 加一次 release 它就會一列 就會是一個 一個list 那這個list 裡面的話就可以把它分開來 insert into insert into 所以第一個 我如果可以把這個資料 讀到資料庫裡面 第一件事喔 第二件事情呢 再做查詢 查詢的話呢 我們剛剛是利用那個什麼呢 語法裡面我們是利用那個select 有沒有這邊有一個叫 execute那個select 所有from什麼 sco 那如果叫member好了 所有frommember好了 然後呢 後面呢 如果你加一個will 空一個will 哪個欄位呢 比如說姓名 假設哪個欄位 假如說是那個姓名那個欄位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 欄位名稱 找到那個欄位名稱叫姓名 會有欄位 姓名裡面喔 如果文字的話 like 不是用等於 like like呢 你就是找那個 什麼名字 比如說佩玲 打進 不過 如果我不管前面後面的話 你可以用person 百分比 萬用資源 那就可以幫你把資料查出來了 OK 類似像這樣啦 不過 這個我想喔 有時間可以想想看 什麼什麼的查詢系統 OK 那就是用jungle來做喔 這一套東西以後也可以範本 以後的話呢 你也可以 不管你要查什麼東西啦 很快的套一下 查詢系統就有了 然後你要查什麼 網頁馬上就有 一個格子給他 你要Key什麼 就跟Google一樣嘛 你看Google就很簡單嘛 一個格子 Enter搜尋 那你以後也可以這樣做啊 你可以建立很多資料庫 可是要怎麼做 先想想看好了 我想應該也不困難啦 其實這個我也沒有真的寫過啦 不過我想喔 道理是沒有寫過jungle的啦 不過 改一下應該OK 其實都一樣啦 花樣改一下而已 只要流程對 那接下來的話呢 除了新增資 印射印兔之外 還有查詢之外 那資料庫的 使用方法的話 另外還有就是 刪除 跟 那個修改 有沒有 比如說我今天呢 假如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今天希望那個 這邊的話 假如說我 查詢資料的結果 比如說我們剛剛這邊有查詢嘛 所以我們先回到哪裡呢 回到我們python好了 因為 直接轉移好像會容易出錯 失敗率比較高 所以呢 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實在還沒有到那個 高手的等級的話 不過如果是已經慢慢高手的 你現在直接用沒關係啦 不過 如果你還不是 我還是建議你 暗部就班 現在那個python裡面可以run之後 像我自己還 我自己都在這裡啦 OK 先讓再轉移到 那個jungle比較不會出錯 那怎麼樣轉移第一個 我們查出來之後的話 你可以發現 裡面通話A B C D E 假設有 五個資料 不過其中有一個資料錯了 我現在把它刪掉 那怎麼刪掉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第一個 我們可以拿 這個來改 那這個 結果查詢出來這個 這個 這個module 其實 最後是查 查出來 可是我要在 查之前 也許你可以把這個 複製 複製之後呢 貼到哪裡 貼到這邊 我 給個其他名稱叫 Delete 刪除資料 查詢結果 就是說 我先刪完之後 再把資料查出來 所以我拿這個 來改 那也許 這個 這個module 把它複製之後 再貼上去 名稱叫 刪除資料 與查詢結果 其實裡面有哪些地方變更 第一個 我其實主要是在 這一段 OK 這裡 先刪掉一下 本來查詢是這樣 那如果我說我要先 刪除的話 我在這邊增加一個什麼 Input 請 輸入你要刪除哪一個姓名啊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刪掉是 111這個 這個人 然後呢把這一筆記錄怎麼樣 幫我從這邊給Delete掉 那我需要怎麼做 第一個 讓他問他說你要刪誰 我要刪111 然後呢 他這邊進來之後的話 111進來 他會 Delete 特別說語法 剛剛是 Insert into 其實你可以改成什麼 Delete From Score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寫到這裡的話 後面沒有條件的話 他會怎麼樣 如果你執行的話 他會把所有的資料刪光 Delete 變成所有的Score都刪掉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要刪什麼 會有 會有A A指的是A欄 因為我們只有兩個欄 一個A欄一個B欄 LIKE 特別注意喔 如果裡面是放文字的話用LIKE 特別注意喔 文字是LIKE喔 LIKE在這裡不是喜歡喔 LIKE是像啦 文字的話 不能用等於喔 OK 等於是 用在那個像數字 數字比對的話 如果文字比對是用LIKE LIKE什麼呢 LIKE後面特別注意喔 後面 比較要特別注意喔 LIKE如果說我今天 原來 是111的話 假設你是輸入這樣 假設直接寫在程式固定是這樣 可是現在我不是寫一個固定的 我是寫一個X 所以X要把它放到這邊來 特別注意喔 111前後 把它單引號 因為它是文字嘛 對不對 不過好像早上有同學對這個比較 困惑一點 不過特別注意喔 反正它裡面如果 形態是文字的話 那特別注意前後都要加單引號 那接下來 來了喔 如果我今天呢要把這個什麼 X放進來的話 放到這裡喔 OK 請記得喔 因為很多同學對這地方 就是不熟 其實不管寫什麼程式啦 都一樣 反正它本來是一個完整的自創 OK 因為你看原來是一個蛋糕好了 如果說我中間要放一個東西進來的話 那你變成說 它原來是一個完整蛋糕 那你一定是 切開來之後 變成頭尾 變兩個蛋糕了 中間一定要用串接的 加 再把什麼呢 把X放進來 不過問題來了 前後這個單引號也要留喔 所以我的做法是 一 先把它切開 郵標放這邊 先兩個雙引號 那記得喔 這個雙引號是跟前面這個的 有沒有 這個變這邊的 也就是它原來是 一個完整的那個 字串 現在變兩個字串 有沒有 後面這個字串 只是放一個單引號在裡面而已 看得懂這意思吧 然後再來的話呢 再來就是把它移到中間 串接串接 再把它放在中間 X 這樣就OK了 應該看懂的意思啊 不過我跟你講 這東西講了很多遍 每次上個同學都 不管是VBA也好 或是這個課都一樣 其實做法都一樣啊 關鍵就是這樣啊 或者其實也背口訣 雙引號雙引號移到中間 串接串接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變數就好了 這樣也OK啦 其實VBA也一樣 有沒有 一次有 你那個函數也一樣喔 中間要串 一個公式也一樣啊 反正串來串去都這樣喔 所以這個如果你會的話 以後就簡單多了 不過 什麼時候會啦 其實真的要做 像剛剛季祥講的 可能要做超過100遍就會了 他剛剛講的啦 這也是真的很正確啦 不過他講的是太直白了啦 也不用到100次啦 大概做了10次 大概19次吧 OK喔 不過我是蠻認同的啦 但有時候不能直接這樣 有時候這樣講 可能會嚇壞很多人 他想100次 那乾脆不要學好了 OK好 應該可以看懂 所以呢 他輸入完之後丟給他 他把這個整個串起來 所以如果輸入1 就串 找到那個 並且把他 那是Q喔 因為他不用回傳 所以就刪掉了 刪掉之後的話呢 commit 確定刪掉了 commit的意思說 確定刪掉了 有點像 你是有打個勾 確定了 好啊就刪掉了 再來就底下就是把它查出來 所以基本上我只有加幾行 1 2 3 4 有沒有這四行 這四行跟什麼 跟剛剛音色好像蠻像的 所以你甚至可以把音色這拿來改OK啦 反正不管 你就 就是 記得起來就好了 那我也有把這個完成的 程式 放在雲端 雲端上也有 OK 然後拿來執行看看 那再來執行 請問一下你要刪 哪一個 人的資料呢 再一次 等一下把它提一下 然後讓它run一下 OK 好請問要刪誰 我要刪111 Enter 它會刪除呢 有沒有發現 刪完之後直接就查出來 裡面沒有11了 有沒有 那再來 滴滴滴 Enter 好沒有了 不過特別注意喔 你千萬不要說你輸入一個什麼 再輸一次 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沒有 對沒有嘛 所以它應該會錯 沒有 它沒有錯 它還是跑 只是它刪不到那個人而已 它還是執行 所以我覺得那個 Sinklery這部分 它還蠻防呆的 只是它找不到而已啦 OK 所以三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一行的部分呢 在哪裡會出現呢 其實在雲端上也有 就這個 那程式我是沒貼上去啦 為什麼沒貼上去呢 因為你自己改 OK 自己動手好了啦 不然 每次都複製貼 貼完就沒事了 重點是 我是拿什麼 拿 那個前面喔 特別說我是拿這個查詢結果 丟在這中間喔 然後拿那個寫入資料 這一段 丟在 它的中間來改 可以啦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自己再 改一下 然後接下來 請你把它轉移到哪裡呢 一樣轉移到那個 Jungle OK 一樣去刪喔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刪哪一筆資料 你就是用這個方法來做 不過呢 要刪除喔 可能將來就是要 有權限的人喔 不能說隨便開放給任何User User說 好刪刪刪刪刪刪 就像留言板一樣 每個人都可以刪的話 看到那個 敵方陣營的 就把他的留言給刪光光 不對喔 OK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怎麼樣把 資料刪除 試一下 好 5 5 6 10 13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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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